Hello 各位同学好 新年愉快 我们现在要来进行下学期的课程 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课程的内容 上学期的部分预定是有五个章节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 但是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上第五章 下学期我们会从第六章开始上 但是也是一样其实会教不完 所以打新号的第十跟第十一章也是如果有空才会教 不过六七八三个章应该都会上完 第六章跟第八章都是纵观尺度运动 分成两个部分讲 第七章插在中间的这个是大气震荡 就是讲一些波动的东西 那这样子插进去是因为第八章的 其他不稳定的这个部分 会用到第七章的一些分析的技巧 所以那个课程的章节的安排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六章 第六章的重点就是准地转分析 那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 之前讲过的我们学大气动力学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挪威气象学家Biaknes提出来的 当时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天气预报 所以他那时候说终极目标就是做天气预报 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可以用物理定律 正确的来描述大气的现状 还有他的运动的方式 那我们才有可能去做数值天气预报 因为电脑来做计算还是会比人手工这样子做计算快很多 我们就运用最基本的这些物理定律 质量守恒定律 动量守恒定律 还有能量的守恒定律 还有一个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那用这简单的定律 我们可以就衍生出一大堆方程式 那这组方程式就是我们叫它控制方程或是原始方程 这个是在第二章讲过的 那这组方程式就是可以用来描述大气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现象 这个现象会包含多重的时间尺度 还有多重的空间尺度 所以从微小的尺度到大尺度的长时间的气候运动 其实都可以描述 那所以虽然在早期 Biaknes点出来说我们是要做天气预报 但是实际上同样的这个控制方程或是原始方程 它其实也可以做气候上的模拟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始方程 它的最原始的形式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第一个就是运动方程或是动量方程 那它会有三个方向 就是会有UVW三个方向 那我们这边写的是向量形式的 所以看起来只有一条而已 不过实际上会有三个方程式 第二条这个就是连续方程 所以它是从质量守恒定律导出来的 第三个这是热力方程 它是从能量守恒的观点去导出来的 那最后这个就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那这个原始方程我们实际上在用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简化一下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有介绍的尺度分析 透过尺度分析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不同尺度的现象 把它区分出来 找出针对你有兴趣的那个尺度比较重要的像把它留下来 那小的不重要的像我们就可以把它舍弃 第二章还有介绍一个经历平衡近似 那这个经历平衡近似只有在水平尺度 远大于垂直尺度的时候可以用 第六章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简化的方式 叫做准地转近似 那之所以要再介绍这个呢 是因为你前面的光是这两种方式简化过的原始方程 它对于我们理解大气如何运动 当然就已经有蛮大的帮助了 但是对实际上做天气预报还是不足的 所以第六章介绍这个准地转近似 应用到原始方程之后呢 我们才比较可以有效率的去预报分析诊断 中纬度这个中弯天气系统 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 中纬度的中弯天气系统 它非常的接近地转平衡 那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 大气里面常见的天气现象和气候现象 它们的尺度 这张图的话Y轴是时间尺度 它的单位是秒 所以从下面开始看会是分钟左右的时间尺度 再来上面一点点是小时 接下来是几天到几周 然后再上面就是气候尺度 就是月还有年的尺度 甚至更长的 横轴的话是空间尺度 它单位是公尺 所以从左边开始它是 比如说10公尺左右的是微小尺度的 那到大约1公里或10公里左右的是 中尺度的天气系统 大一点的大概是10的6次方公尺 也就是1000公里左右的系统呢 这个就是纵观尺度的系统 那超过这个的部分就是气候尺度的系统了 那所以我们大气动力学第六章要着重的尺度 就是在中间这个纵观尺度的系统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台湾未在负热带地区 所以我们会受到热带地区来的天气和气候系统的影响 那传统的中纬度天气诊断分析 还有预报的方式 对我们台湾地区来说 就比较不足 所以实际预报上 应该还要多多考虑热带地区的系统 比如说声音现象 机内震荡 月内震荡 这些不同尺度的大气地平波动 那还有就是这些波动跟中纬度的系统 之间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附注就是 台湾的地形比较崎岖 又位在暖石的边缘 所以这个温暖潮湿的气候 就非常适合中小尺度对了系统发展 那这些系统跟地形的交互作用 也是对台湾的天气变化 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六章 介绍的这些分析过程 没有办法适用的范围